就让满天的萤火 化作飞舞的烟火 姑娘 后厨正在准备饭菜 姑娘稍事歇息 马上就好 嗯 是你 对 就是我 长宫没告诉你吗 他还有个母亲 殿下的母亲 就是我 我是郡王府的夫人 也是长宫的生母 那 那你 为何在周国长安城外 要杀我 我没有想过杀你 我只想抓住你 或者是伤了你 为了让你见不到长宫 可是没想到 延晚比我更加想杀你 连我出手 都没能拉住你 后来我才知道 你被人救了 那夫人 夫人 为何 不想让我见到殿下 你确实跟他长得很像 夫人 看来长宫 还是没有把实情告诉你 你以为 这个连月小柱 是为你盖的 亲所自知浅漏 从没想过 殿下会给我盖什么宅子 那这满屋的兰花呢 还有墙上那幅画 你以为 都是为你安排的 夫人在说什么 我不明白 你当然不明白 长宫怎么可能告诉你 他之所以接近你 完全是因为你长得像他很喜欢的人 要说像 还真的很像 端木莲 也很喜欢兰花的香味 就说这幅画吧 是长宫请人为他画的 还有这处宅子 为什么叫莲夜小众呢 因为他的名字里有个帘子 长宫想为他这位心里的嫦娥造一处宫殿 两个人恩恩爱爱的在一起一辈子 我不信 信不信由不得你 你大可以去问问这儿的仆人 或者丫鬟 他们知道一切吗 这话又说回来 要不是他长得像 殿下怎么会喜欢 噓 为什么 为什么 小莲姑娘没有跟殿下在一起 为什么 一个姑女 能帮得上长宫什么忙 长宫是大齐的郡王 他是皇族 将来必定要做一番大事 恩责天下 能与他匹配的 自然是皇亲贵族 你觉得端木莲他配吗 我虽然不喜欢你 但现在 我倒有些可怜你 因为在周国 你是大司空府的弃妇 在大齐 长宫虽然带你很好 但话说回来 你只不过是个替身罢了 好似为之吧 不会是真的 我不信 你骗人 原来 你竟然不是我 打扰 audition 我不信 我 好似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大的一片湖啊 你不是说喜欢林水的房子吗 嗯 所以我想在湖里种满荷花 这样来年就有偶吃了 好啊 还要在湖里养上鱼 嗯 再养上几只鸭子 好 那还有什么呢 你到底要养多少东西 种多少东西才能满足啊 够我们一辈子吃的呀 就在这里 幸福的一辈子 小脸 嗯 姑娘早 嗯 殿下呢 我知道她回来了 殿下怕打扰姑娘休息 去了湖边 嗯 你怎么办呢 就让满天的银魂 化作飞雾的烟火 就算剩下的光 你怎么来了 发生什么事了 我怕 我怕就是一场梦 梦醒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